評審員 評審員 歡迎大家來到總統府 首先我要恭喜各位同學 經過重重的競賽 從一萬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不僅哪些第一名 也展現出用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力 真的非常厲害 同時 我們的評審團也在評審期間 給予我們參賽的同學 非常多的正向鼓勵和建議 又從這麼多這麼優秀的同學中 選出最後的得獎人 在這裡我要致上誠摯的感謝 這兩年 因為疫情 大家一起經歷了 跟過去截然不同的學習方法和賽程 我們透過科技 共同克服了疫情的挑戰 讓學習不間斷 今年為了全國學生長期專題研究的成果發表 我們主辦單位不僅客服外難 用線上評審的方式 如其完成各項競賽評選的核心工作 將學生的作品以及解說影片放在網路上 讓大家相互的切磋交流 並且分享給更多人來欣賞 從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 科技不僅克服了種種的考驗 也凸顯台灣充滿任性的意念 我相信各位同學在競賽的過程中 一起體驗科學世界中的無窮奧妙 也培養了用科學解決方法的能力 這些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我期待大家未來能夠將科技和創意 應用在現實的生活中 學習克服挑戰 科展能夠如期舉辦 我們要歸功許多公司單位的共同付出 我要謝謝各基金會 我們企業代表分別設置特別獎 來鼓勵我們的學生 培養大家對科學的興趣 謝謝 我也非常感謝承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以及協辦的32所學校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未能夠呈現實體的科展活動攝影會 非常可惜 但是大家仍然請全力籌備 大家都辛苦了 還有長期指導學生實驗研究的老師 在教學 攻防治癒 熱心指導 及協助學生 因為各位的付出 讓學生們能夠實踐自我享受創作帶來的樂趣 那我們是不是拍手謝謝老師 好不好 上個月在這裡 我剛見過今年代表我國參加國際科技競賽的選手 他們的表現非常優異 我期望各位優秀的同學們 未來能夠更上一層樓 讓臺灣的科技實力能夠揚名國際 謝謝 謝謝大家